第一年切到折線圖 第二個的話呢 我想要畫一個名稱比較簡單 像各區切到的比例圖 或者像各區比例圖也可以 那當然第一個 我會需要有一個區的這個欄位 區的話很簡單 因為它剛好在發生第十裡面的 第幾個字啊 第四個字有沒有 然後取三個字 所以如果用這個邏輯的話 插入函數嘛 利用哪個函數 用那個MID 應該慢慢大家要養成一個習慣 以後反正可以直覺的 這個 然後哪個函數 然後MID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三個問題的答案給它 第一個 你要從什麼資料去切割 從地址裡面去切割 第二個的話呢 那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要取幾個字 有沒有 Lumber Chars 幾個字 三個字 那最後你可以看一下右邊這邊的訊息 有沒有 有沒有把這個地址拿過來 然後我要從它的第四個字 取它裡面的三個字 所以取得的話就中正區 應該很清楚吧 所以其實這樣應該理論上不會做錯啦 我想 Excel的話就這個地方很棒 它獨立一個視窗出來有沒有 如果你是用Google試算表 它沒有這個視窗 它只能夠直接在上面 從頭到尾自己打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功力沒那麼夠的話 我是覺得用Excel是比較友善一些啦 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 看一下結果 OK了 馬上就有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直接再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樣的動作 這個範圍對不對 對啦 它選的好像選到H 不過沒關係 H還沒做 那不管 然後底下的話就有個區 你把區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區拖拉到尺 不過我跟各位講哦 如果你們發現一種情況 就是有同學之前發生過 奇怪為什麼 老師我區資料拖拉下來 它這邊顯示完全沒資料 或者發生錯誤的話 那有可能一種情況 就是因為你前面資料變動的話 請注意看一下上方有一道重新整理 因為呢 它有些資料更新不會同步啦 假設啦 你前面資料有變動 你可能要重新整理 或全部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就會恢復正常 因為這個是之前同學有發生過的問題 那這邊是沒 我現在是沒有發生 不過我還是順便講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各區的一個竊道的數量 馬上就統計出來了 可是呢 到底哪一區是最多的 我希望最多的排前面嘛 最少的排下面 OK 所以哦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排序一下 那排序的時候 特別注意 第一個動作 請你把游標 務必要放在B4 如果你放其他儲存隔位值 好像排序會有問題 我的習慣是放B4 然後再從資料裡面有個Z到A OK 你就把它排序一下 它就會排出來了 所以游標放這邊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一二三這樣 OK 三個動作 然後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排序完了 那馬上可以有個答案 有沒有 中山區的話呢 它的數量是482 那大同區的話呢 你會發現連它一半都不到 南港區的話呢 也一半都不到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落差有點大 有沒有 好像 治安差的 切到案件的數量 其實真的蠻多的 可是相對的喔 少的話 真的少的 最少的好像是大同區的 然後再其次的話就是 南港區啦 然後文山區等等 這些好像治安都相對比較好 那大安區的好像 也沒有很差 好像切到案件也蠻多的 因為住宅區 切到案件相對是多一點的 而且小偷應該也比較識貨吧 都會偷有錢人家 沒有錢 可能進去之後發現 哇 他怎麼還比我窮 還留一點錢給他吧 OK 好像有聽過這種新聞 一看 這個人家裡怎麼那麼窮 就留一點錢給他 然後最後的話呢 如果 我們畫出這個 那當然呢 這個統計表有了 接下來就畫圖 那畫圖我希望呢 比較好呈現就是比例的大小 比例 比如說各區的比例圖的話 那一樣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一個圓形圖 然後這個好了 按確定 那再來跟上個禮拜蠻像的嘛 你就是把它放大 然後做什麼呢 把標籤給他 因為這個上面沒標籤 按右鍵 直接新增資料標籤 用那個圖書文字比較簡單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這個圖例就不需要了 所以圖例不需要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的這個圖例 這個有時候你點一下不會 會被遮到 這邊把圖例 這個叫圖例 把它打過取消 那上面的名稱的話 把它改一下 也許跟剛剛的邏輯一樣 叫各區 大概這樣名稱 然後一樣把字放大 常用 我懶得在想 我剛才都固定 就是紅色字20號 然後出體式好了 位置當然你可以調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一點 或者右邊一點 中間都可以 然後呢 我們最後的話 再把中山區給炸出來 炸出來就 1 先點全部 2再點中山區 3的話往外推一下 把中山區這個區塊 讓它往外炸開一點點 就完成了各區的比例圖了 然後最後我習慣把這個 上的名稱 再Ctrl C 就複製它 然後把下方的這個工作板名稱 直接就把它Ctrl V貼上 那這邊各區比例圖就有了 所以又多了一個各區比例圖 這個是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就是各區的比例圖 有沒有 所以我們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又出來了 所以看得出來 各區的比例狀況 其實落差的蠻大的 中山區13% 大同區才5% 所以顯然的話 當然數量上來看 中山區切到折線圖是相對是多很多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它更精缺一點的話 應該是要加上各區的人口數量 也就是說它的切到折線圖 再除以人口數量 才是比較經驗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要做這麼複雜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更精缺一點 之前就有同學很認真 好像是數學系的吧 好像說是不對 這樣統一出來結果不夠精確 它就真的是把它做 它就把各區人口數量找出來 然後把它一除 不過其實好像差距不大 因為其實說真的 各區人口的分佈其實會有落差 可是還是數量 就是中山區還是相對是比較高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OK 所以各區的比例圖把它做出來 好 那再來的話 待會我們就是再想想看 我們這兩個圖了 第三個圖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路接到這個訊息 其實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比如說這個是廈門街 有沒有 Ctrl向上 這個是廈門街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是萬寧街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我要的資料 到底從哪個字到哪個字 要取資料 那當然可以想到 如果你要取這個資料在中間 所以不二人選 就是用m的函數 可是m的函數需要 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一定有啦 第一個就地址 第二個的話從第幾個字開始 第三個要取幾個字 那這邊有答案嗎 第幾個字 你會發現每個都不一樣 有沒有 第幾個字 對不對 每個有的是 這個是 你以這個來看的話應該第七個字 有沒有 然後以這個來看的話 這個也是第七啦 這個的話要多一個理 所以 等於第九 第十個字啦 有沒有 OK 那什麼是到第幾個字 還有第二個問題 要取幾個字 OK 哇 那真的就是最難的 那其實這邊有關鍵 就是上一個禮拜用到那個fine函數啦 fine 有沒有 fine什麼函數 fine什麼 所以我如果想要找他這個哪一個資料的前面這個字的話 那歸納起來 可能有幾個可能性 不外乎就前面是趨 有沒有 不外乎就是禮 那還有沒有別的 有 不外乎就是零 所以我剛剛統計了一下 如果這個地址的資料是沒有錯誤的話 它前面那一個字會有三種可能性 而這三種可能性還有先後次序 一定是先零 有沒有 因為有零 如果有零一定要先找零 你不能 因為如果你直接找趨的話 一定都先找到趨 所以一定要先找到零這個字的位置 其次在這找零 再其次在這 哇 實在太複雜 三種邏輯 對不對 好 所以要怎麼樣滿足 那如果有三種邏輯 遇到邏輯就要用if 邏輯裡面的 OK 所以這一題真的 難度簡直都衝上天了 OK 跟之前比的話 再太難了 第二個問題 幾個字 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 我們有一個線索 什麼線索 如果知道前面那個字 那尾巴這個字是不是有固定的 尾巴這個字也是三種邏輯 不外乎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街什麼道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一樣找到那個字的位置之後 把這個字的位置剪掉前面字的位置 有沒有那就是知道幾個字了 比如說像這個字應該是第六嘛 這個應該是第九嘛 所以九減掉六 那剛好就三嘛 三不就是要找三個字 我想到的邏輯是這樣 應該最簡單的 好 那不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公式都不會 可以問一下查郁利 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我是這樣好像試過 他真的可以 把那個公式 真的幫你寫出來 他可能會work 可以work耶 只是說你要怎麼敘述這個 我覺得有點複雜 試一下好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路接到